今天就很高興收到一個最新的產品 就是Transformers的BotBot 就是眼前這個 好像扭蛋的形式 但是不用扭的 就是一個完整的箱裡面 一個個插好盒裡面 它整個東西就密封包裝 你就不會知道裡面是有什麼的 我一擠有24隻 我就隨機拿了一盒去拆 我看看這隻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其實它有教你的 揭開後面這塊東西之後 你看到這裡還是密封的 你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有個人手寫字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ZM也不知道是什麼 你們不要妄想以為可以對一些 BotBot或降引 可以知道裡面的產品是什麼 我自己就檢查過一次 這個號碼跟裡面真實的產品是完全兩樣東西 好 下一個步驟就轉過來圓形這個位置 它就叫你用力按它出來 如果想存包裝就可能有一點可惜了 這個其中一個玩法 你寬起當然可以直接在後面拔出來也可以 但是我會施認它 我會注意它hof Cafe 選擇玩具的味道 那就我拿到了運作 博派是甚麼? 蕃茄嗎? 蕃茄 我拔裡面還有一個說明書 你會看到有格格的放在這裡 就是讓收集者看到有哪一種產品 你就去拿回那個東西 譬如我儲了這個蛋糕 這個耳筒 小朋友就可以做到一個收集的效果 其實對於一些喜歡收集玩具的朋友 這個表是十分之好用的 這個蕃茄可以變形成為機械人 步驟也是相當簡單 它有說明書又教 首先把尾部打開 然後把對手拉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好 Transformer Sport Board 系列的角色非常豐富 變形也是相當之簡單 非常適合小朋友和大人 做一個感情交流的小玩意 相信大家都會玩得開心 那今集Hobbillmyser介紹的你就到這裡了 請大家下次再繼續回來看我們的頻道和短片 多謝 拜拜 真的 這些會停不住的 拆了一個就會想拆第二個 你快點拍吧 你再不拍我就拆光它 我還要拍 為什麼它只有一隻腳 我不會